东京星号去处!VR Park游戏中心!一个收费认完! 位于瑟谷的!VR Park上年为开业,向地验!HTC by行走室!VR可以到这里玩玩! 游客也百欢迎的!预约更便宜!Walking看菜术! VR Park并不像游戏机中采用投币纸,像吃自主餐那样,一个收费吃到饱! 注意它是固定时段,一天,九,节,每节,八十,分钟! 如果你懂少许日语的话,可以在官方网上预约时间,收费会更便宜而且保证可畏可玩! 小编强烈建议各位,由于现实是免费预约,所以倘若临时去不到的话,请于官网登入户口按,留讯息给他们做取消! 如果没有预约,可以临时去碰碰运气,店内门口前,Tablet有展出适日可供! Walking的时段,可以及时付款到时间后才进去玩,不过,Walking收费会比较贵! 建议不要读字句! 分享小编的惨痛经验,不要以为好像香港鸡扑一样可一个人进去玩! 这所VR游戏店内虽然有6款游戏,但其实大多12人合作过关的,只有一台用剑杀怪的Circle of Star Biles VR的可以一人玩! 小编一开始只有去哪边玩,前面有班! 4-5!小组的朋友! Group玩得非常开心,虽然一人在玩,但其他人都大笑拍掌! 到底这玩时,由于只有我一个人去玩,再加上知道我是游客! 听说明的时候店员用英文,其他等候的人完全安静! 0-交流! 幻想到一群不认识的人,看着自己在绿幕前乱展,更不时传出一些忍笑声,实在好想立即离开,后来终于有为善良的女生做方向提示,我立即伴做回应! 那里,这一句话打破了冰封,后方的OL们开始做出不同的提示,有的大叫,危险,有的大赞! 厉害,那一刻感动的伤哭出来! 玩完这个界游戏,其他就是要二人合理的! VR游戏了,正在想办法的时候,原来现场工作人员可以提供陪玩服务,但两个大男儿你眼看我眼的表情有些古怪,看到他有点不太情愿的样子,又可能是英文讲得太吃力,走了去找帮手! 那时候的我很尴尬,灵光一闪走回那般! OL群中用初单的日语求救! 一叙,一起玩可以吗? 求求你,这一句有点吓到他们! 一个人吗?从哪里来? 我回答香港后,他用很日语的英语回答! O-K-L-E-T-S-G-O是有点可爱的! Slowman Carpet这个游戏是非常VR化,因为你可以无限的在大地毯中走动,有别于其他! VR游戏,这个需要一杯注一台! VR电脑玩,而VR眼镜连在这电脑上,所以不怕地上有线可以绊倒,玩起来比较! FREE! 因为地台会跟住! VR游戏内的地毯摆动再加上前方有风吹,很有!4D的效果! 十分垃圾,关于其他游戏及如何前往,可以参考以下影片!